大家好,我是Synix,为了来Eldren的游戏开放视频 上一期应该是在群吉林庙 这边是又打了一个乌龟钟楼 还是什么,总之是可以复制BOSS魂的那个东西 当时那个里边是我进去之后 它是没有复制任何选项 总之会是很好奇 至少我现在是回到了我们打的第一个建筑内部 一开始的这两个追忆的复制选项是还在 我也不太清楚 我这个东西我给它复制之后 其他的另外一个它是会多出来复制的 还是说你是这个怪死的时候 你有什么追忆它是会加进来 就等于是我打的第二只应该是我 我目前可以复制的东西已经是 本身就不多 所以说这是这么一个很奇怪的样子 不太清楚 总之是由于不清楚是一个什么原因 所以说第三只我就不打了 因为第二只的话是 我觉得最坏的一个情况 就是第二只这个相当是完全被我浪费了 没有比它里边那个选单是空的 总之为了保险起见 毕竟是一个复制BOSS灵魂的一个玩意儿 我觉得你宁肯这个武器什么都不拿 你直接把这个BOSS灵魂吃了 也是有收益的 所以这个就不管了 这是那个大的黄金树吗 哦这是这棵树 这是中黄金树 感觉比那个大黄金树还要再 比小黄金树还要再大一圈 那边好像我估计又有一个BOSS 我觉得这边我是探一圈 然后可能是把这个黄金树打一打 这些人为什么要再看着另外一个 我当上还有一个人 后面有一个怪 他掉了个裤子 轻的裤子都是 那前面应该是那个树的位置吧 我先不去 这是个 只是回蓝的 我以为是给法术的呢 之前这种史课我也是有时候判断不太清楚 红的蓝的应该是回蓝屏跟血屏的 我又有印象 之前好像见到一只 我以为是回屏的结果打了之后掉法术 可能是颜色不太一样 深蓝跟浅蓝之类的 这个东西我就不打了 反正你在这儿 巡逻也没有什么 也不算战斗 但我比较好奇 这个地儿能往上走吗 不可以 就等于是这边就是一个纯悬崖的东西 我也不太清楚 说我把这个东西给他打死之后 能不能拿他当垫脚石 刚才我路过看到了一个什么东西 蘑菇 可能是这边又有一个城堡 这个城堡 我记得当时好像给了个什么街头地点什么 在这个地儿 可能是这边的话 我要从 这个从哪上呢 这上面都是悬崖 总之要想办法上去 这是一个凹的地方 如果说这个凹的地方 比如说能从这个塔楼上来也可以 或者说就是从 应该是这个我还没有探过吧 这边这么走 可能是 总之看一看 那前面是个 这叫小黄金树吗 感觉 为什么这个小黄金树旁边还有很多的这些树的图标 是什么 没死 这等于是你 前行被刺伤害高 然后战斗中被刺伤害低一点 将纪迹 团队中被刺伤害低 请 团队中得 团队中被刺伤害低 刺伤害低 unt 团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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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起 打 这样还有这些怪吗 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可以打了 如果有的话会比较麻烦 好像是没了 怎么感觉这么卡 诶 忘记了这招了 怎么感觉这个 我们滚开 给你一个妖精 好吧 就是第一只这次是滚的不太好 我赖这个帧数感觉好低 不给给了经验值 给东西了 带魔力破带雷带圣 这是自爆的东西吗 提升攻击力好吧 这个玩意儿如果你是一个施法的号的话 应该是会更更厉害一些 就像我一样一样一样 我现在怎么会变成了 你做了什么 我妈妈的组线 是 是 这个东西应该就是一个 一个尽头 这边是没有东西 我这边是可以这么着过去 是吧 前边我记得这个地儿 跳下去是有颗熊 如果不高 我就可以是直接跳起来 因为这个黄金树应该算是打完了 有点高 这边跳不高 这个熊其实这么想想的话 我还不能不打 因为好像他这个速度 我骑着马都能追上我 那这个熊在哪呢 如果我找一个比较隐蔽的位置 这个有点在马路正中间 能让他摔死吗 感觉我会摔死 而且我这个经验值好多 更改一下计划 我回去先升个级 我现在的攻击力 356 356 352 还是要升 这个感觉 力量跟敏捷 我已经加了这么多了 这边质量型武器 还是收益不好 我猜可能跟武器的升级 升级段数 应该是有关系 前几座中 好像大部分是 要么是加10 然后是加15 就升满了 升完武器之后 他的武器的加成的 东西应该是会变好 像现在这个东西 好像就是 这是两个币 如果是普通的话 他现在还是C跟D 就等于是 应该是这个加传 字母是比较弱 我其实给他变成了 优质的两个币 也是 相信从我的属性点中 收益应该是比较低 目前这个状态 加15 好像这座武器 能升到多少 27 我现在见得最高的 21 我才能加到30 等于是每一个 段到10 是加到3 这个失色 现在是可以加到6 但是我现在应该是 就是一个加5的 如果说是按3 带着一个标准来看 这么想想的话 我的属性点 其实分配 但是力量跟敏捷 这么加到不太好 如果说我把敏捷的点数 全投入到力量的话 应该是我的攻击力 应该会更高 感觉现在初期好像就是 双属性的成型比较慢 是这么走吗 熊呢 已经看着我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不准备 这就是一个什么 好像是咬我的一个攻击 但是追踪又好像好奇怪 这边的边缘 等往前是什么 这个东西不太清楚能不能跳上去 如果有封场就好了 那这是个敌人 这个敌人 还挺厉害 这是boss吗 不是 火 这一个跟长柄武器比距离 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 这个怪我多刷一刷 他会掉他的武器装 为什么呢 盾看着比较感兴趣 这些地方我猜应该就是让你从上往下跳的 这么着好像是上不去 比鲁姆大盗 黑刀地下墨 这样之前给的这个信息 飞呀 是那个睡觉 那个人帮我抱你的那个人 黑刀烙印 好吧 怎么这么黑 前面什么东西 怎么还有 怎么 这个真的是好神奇 我记得当时好像也是有一个墓地 我后来去 去的时候 我说我怎么印象 说之前没有没有见到水母 这些水母是属于是亡灵跟亡灵相关的一个东西吗 当时是这个地下墨地 我记得当时我去的时候 然后后来我从那个上面看见 看见下面有水母 这个也是来的时候是明显没有水母 这样做一下营火 前面有信息可以读一读 这破罗这么紧打 然后会复活 我 是為什麼 你是召喚他們的人嗎 好吧 這需要一個鑰匙 我有 7個 這邊為什麼聽到好像是機關的聲音 是 是 是 罗泽斯的斧 这个斧的造型很奇特 是把单手斧带魔力 谢谢好评 战绩是幻生高绝斧 三位使者 释放攻击后消失 我猜就是好像召唤出三个影分身 然后一起砍这个怪 那是把魔法服 魔法伤害 灵巧地智力地 小心陷阱 好吧 这是隐藏道的 这能被刺杀真是好神奇 肝脏能不能自己关上 太烦了 这是冒黑光的是 是会无限复活的 问题是这边我没有见到 没有见到那个 类似于是召唤的主人 只能是这么一条路了 这个为什么能99 有999 没有 这是这是被谁打死的 为什么这个地儿有这么多的 还有一只号码 给了个什么湾湖 这两只螃蟹一起上真的是真的是没辙 所以我该怎么走呢 以升降机为目标 我等于是之前那个陷阱房间里有升降机 我可以 這個樣子 這個我是想不到的 太有意思了 這個設計的太太簡單了 感覺一旦那個地下墓穴還是更更噁心一些 當然一代那個東西你是需要 叫神聖武器要不然真的是很難打 我記得我第一次開荒的時候好像說過之前 我第一次開荒一代的時候 我不太清楚那個地怎麼 骷髏為什麼一直復活 我當時是用這座好沒有踢人了 當時我要把所有骷髏都從那個高處踢下去 就能讓他們摔死 真的是廢了好長時間 後來是才知道是要用神聖武器 這個人怎麼 想要隱藏道路 為什麼連boss都隱藏 應該是有一個螃蟹的門的另外一邊 我還沒有去過 果然是這邊 果然是這邊 然後這個副本的一開始還有 小心後 一開始地方有一個boss門 一開始地方有一個boss門 我怎麼回去呢 那個搖桿 是誰 是誰 我有点想试验那边那个机关的伤害怎么样 想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 等于是有两个boss是吗 这是隐藏boss 我猜这个隐藏boss是跟那个什么黑刀相关的 然后另外一个boss就是这个副本的一个boss 黑刀 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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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有属性加了5点 提升所有能力值 这个东西是 哇 这个东西是 它是怎么着 是持续到你死亡 还是说 持续到你换符文 它给了我多少个 给了我这么多 我觉得是 持续到你死亡 应该是更 更合理吧 对 现在是 现在是给你加 免费的等级 缩数中加5 还是非常多的 对 等于加完之后 我的蓝是 现在是多少 专注值是90 之前好像有个什么东西 是100 100多的这个召唤 这倒也是好像可以刷 我记得之前是打老鼠吊 如果说有特别难的boss 需要等级的话 应该是可以 90 这个东西 这个88 我可以召唤了 这个110 还是差好多 拿了一个 这个东西 抽走了黑剑 所以这个是我 给那个 那个人 那个什么死眠少女吧 叫 但是她已经离开了 我去 我去哪找她呢 她给我的线索是 这个人是我之前好像 有个人跟她睡的时候 她听到的这个黑刀的信息 总之回去 到时候回去看一眼 那前面的话 应该就是还有一个boss 感觉好像升了 5级吗 这次不是5级 这是我所有属性都加了5 感觉并不是说是特别的 特别是特别的大 有剩的话前面是不死官 剩很有用 我好像可以 召唤这是 88 我可以召这个东西 谢谢 谢谢 目的影子 啊 这怪为什么这么这么弱啊 右手伤害402 加个buff 我们又拦了 那个佣兵出来 他好像是给 好像也给我吼了个战吼一样 死根 我感觉可以回去 为那个人死根了 这边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了 你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有完没完 他给了我一个 他好像是不死的伤害 不是不死 这好像是诅咒伤害 我还必须出来 这个地牢里好像是不让传送的 黑刀地下墓地好吧 这边是探完了 然后这个上面是去不了 我估计接下来好像剩的路是这边 他去之前呢是 是这个吗 野兽神殿 我记得这野兽神殿门口 好像有一只大怪 嗯 嗯 会儿子 呂 我没有 我做得不准备 就这边是 我更多 死亡 野兽活烈 野兽咆哮 好意思 而且这个地儿还让召唤 是什么情况 要强敌 这个怪就认识什么情况 好像是魔法 正术 宙石 持续恢复血量 哇信仰12 就等于是我现在由于是加了那个东西 我是我是可以使的 这个有点意思 嗯 就等于这个龙焰都可以使了 这个是流血 治愈中毒腥红腐败 我的法术等于是这个也可以可以使了 战技能不能使应该是跟你的属性是没有关系的 跟武器有关 可以 我们听到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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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能打到人吗谢谢 这哥们伤害有多高 这哥们伤害有多高 这我完全 应该拿他没辙啊 关键是身上有两万的经验 我要是死在那个里边 估计还是在战斗 光捡回我的这个经验 就会比较难 这个你要战斗多久 这就有意思了 他说他之前我给了他一个东西 他说什么这个味道不对还是什么 我猜是有一个死根是不能给的 还是说我给了多少个之后 他一定就会发疯 这是不太不太清楚的 这样看一下等于是我现在可以使的东西 使个中毒 然后一个恢复 然后这个持续恢复我可以是 相信是在这个强化状态下是可以使 感觉流血可能有点用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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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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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十 动伤我记得好像是 如果中了动伤的人会受到额外伤害 感觉没什么用 主要是这两个附魔 我是可以靠物品来附 所以说也没有什么 但是我也不能我故意做这个样子吧 我要是按一些进攻性法术 尤其是我的属性很低 再加上这个施法的东西 没有生过起义 所以说也是没什么用 不过这边这个记忆槽 相当于是这一座中 你是通过这个护服来增加记忆的容量 倒是非常的有意思 这边可以黄金种子了吗 不够 整理一下 这些法术其实我觉得 我给它存起来好了 如果有新的法术的话 相当于是可以知道哪个是新的 这些东西都找是使不了 短弯刀是那个骷髅的 我有 我之前有打过吗 我有两把短弓 这个裤子3.1 再往上就直接是6.6了 这边的话是拿了一个 拿了这个东西 就这个可以留着 就是如果说我缺血的话 拿这个可以回血 拿这个可以回蓝 不太清楚回多少 这个回血 我感觉上量还是蛮多的 其实有了这个回蓝的话 相当于是我可以是多用战技了 如果说是比如说每一个敌人 我都能打一个致命一击 根据这个回复量 我是可以就相当于是不耗蓝 相当于是把耗多少再回出来 如果可以是恢复量够的话 感觉上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东西 如果说回的特别少 还是会有消耗的话 估计可能就没有想象中那样好 我这个倒是不错的一个东西 别的应该就没了 这样 再跟其他NPC看一下 你死了 魔法师一套 还有物品 信 信 好吧 没有强忍度 强化灰石魔法的战技 这能强化灰石魔法 这个是每一件 比如说强化2.5 你穿一套是10% 这么个样子 可以穿上看看 比较有意思的 哇 我等于是 由于是升了那个 升了5级的装备重量上限 我现在可以穿重的装备了 给了个骨灰 然后 给了封信 这个信要到最后 那个情报那看 帝有一个弟弟 帝是那个 把我们介绍的 那个野兽祭司那的人 他被那个 什么绵女给杀了 永恒之城 诺克恩隆 这是弟弟 岛水桥在那沉睡 见过死亡子 好吧 你死掉 你应该是这个身上被感染了 这腿都已经这模样了 还在 还有苍蝇 我不要清楚是 如果我不做那个绵女的 那个任务线的话 这个弟弟 跟这个弟 弟的弟弟 跟弟是只能见面吗 然后我现在多了 那个黑刃的东西 那个人的这个急 好像跟我的还不一样 好像多了个弓 我感觉下一步前进的一个比较有兴趣的东西 就是那个地下的东西 之前是探了一半 但是由于是感觉比较难 所以说是停止探索了 现在感觉上我们至少强度强了一些 也不太清楚 可不可以再回去探一探 而且现在有好多任务 也是把我们指向了那个地方 你的对话应该还是这些 你是卖这三个这个魔法 这倒是战技 就等于是我可以 魔力 不是剑类武器 我应该是 以及突刺的长命武器 我不太清楚这些魔法给变成战灰之后 它是看你的智力加成 还是看你的力量加成 还是说看你武器的面板攻击力 没有 这个D已经死掉了 正属性攻击 13 其实手有点贵 然后我好像又快升级了 这个可以等一等 但是现在我知道 相信是我使的那个buff性物品 如果我说属性可以加5的话 这个应该是对我那两个附魔更有帮助 因为剑属性的话是可以对不死的 现在只能直接给打死 还可以是照亮 这个其实也是更有作用了 现在看看我这边使一个裸奔的这个号 所有属性是10 然后再加上这边这个buff的5点属性化之后 这边所有15的东西都可以使到 还是都不差 你呢 依然是不想战斗 现在的问题就是 不是这边看 黑刀烙印是不太清楚 人是黑刀刺客是吧 这是一个东西 然后那个野兽祭司疯了 我估计我是打不过他 我打的好像 我看他这个血量感觉上 有上万的样子 而且他攻击力超高 估计就这么一样子了 等于是这边的地图的话 这好像是一个地下的河 这个打完了 等于是我们接下来是 可以是从这个东门应该是探一探 然后这边是说 好像这个谷底也没有探过吧 谷底好像也没有探过 等于是可以这么往前走 我不太清楚这个前面 看这个东西是一个 他之前好像说是什么大升降机 但是好像升降机还是缺零件 然后这个上边我不太清楚 是从这个地可以爬上去 还是说你要有走其他路 总之这边是还有一些东西 可以探索 我的想法是可能是先把 这两个营火以北的东西探一探 然后是可以回到这个地下 西夫拉河 这个地方总之是没有探完 而且现在的一些任务线 是把我们指向了这个地方 应该是可以再探一看 这个也是一个河 这个地儿的地图还是没有拿 总之先去西夫拉河 然后他西夫拉河的那个情报 是从哪里获得的 好像是这边 这个法师塔好像给情报的 那个法师好像睡着了 还是那个巨人给的情报 总之他们让你做什么 我不太清楚 但是如果知道他知道 这个目的地是哪里 我把这个地方如果说 是完全探索一遍 应该是能达到他们的 这类似于是任务线的一个要求 应该是这么一样子 可以 这样那我估计呢 就是下期可能把这两个营火 不太清楚一起探得完 看这个 这个面积还是蛮大的 我估计这个地方往北走 应该是这个洞 我猜应该是能连到这下一张图 那我估计可能是这个地方呢 更可能是联系到这边 这个之前上不去的高地 我估计可能是从这个地方吧 从这个地方开始探索 应该是这么一个计划 这样这期呢 由于时间关系 我就先录在这儿了 也是相当喜欢 我们下期见